關於林鄭的下場 我也作過一些簡單的預測 她應該不能回到大陸 也不能回到英國 英國起碼有我們在 大陸人很討厭她 我聽到深圳 廣州 廣東省對林鄭的月娥印象很差 即使她是藍絲 支持政府 她也不喜歡林鄭 她也不知為何她那麼黑人稱 人衰稀臭 犯眾憎 其實她消滅藍絲的利益 是非常之多的 那些餐廳幾乎死光了 沒有人消滅藍絲的利益消滅得那麼厲害 包括梁振英也沒有的 梁振英也沒有的 梁振英任內也沒有特別易易行龍 每個地產商遇到殯佔 每個都拿著便宜 反而她的老闆就拿不到甚麼便宜 我們看到林鄭的樣子 她究竟可以去哪裏呢 我覺得她真的是去安全 即是陳同佳住那些 你終於跟陳同佳在一起了 經常抱著陳同佳 然後人家叫你出來對話 你不知道要去哪裏呢 其實她借陳同佳過招 本身她肯定也不喜歡看到陳同佳的 陳同佳就給你一條好招 陳同佳你想翻身 你就親手手印林鄭月娥 合保證你 就變民族英雄 還有啊 你不要以為你要坐很久了 你可能 還押一幾個月就變天了 到時出回來 八人大橋 去監獄那裏請你出來 公認民族英雄 有人就開燒校長 有人就買紅雞蛋 林鄭月娥其實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他身上的錢 大家都知道 他是被美國制裁的 不可以開銀行戶口 當時其實我有聽過一個小道消息 就是說 林鄭就是得到香港的中國銀行的幫忙 暗中開了一個戶口去處理 但這件事 我覺得也未必一定會的 始終未經證實了 如果他真的 沒有得到中銀幫他走後門做這件事的話 他現在在禮賓府裏面 起碼也有千多萬元 他做了那麼多年公務員 樓也不捨得買一層 在中山買了一層爛舊 那麼多年的人工累積 他也沒有地方花錢 所有錢政府都給了 連八達通也沒有用過 他沒有錢 他只是花了五百元而已 做了42年公務員 他只是花了五百元而已 就是那次在街上看到大陸黑衣給了五百元 那個是他自己的錢來的 沒有了 這一輩子他做了42年公務員 全部是即賣的 所以 這個人真是連八達通也不會用的 大家記不記得嗎 這個人真是自己何巴一元也不用的 坐政府車出油 吃政府的 所有東西是用政府的 買衣服的政府 連他剪過法 都是政府給錢的 你覺得有甚麼下場適合他呢 其實他適合 像卡達菲一樣 在街邊被人打死 而且可能不是黃絲 被那些 藍絲啊 可能因為是搶他們的錢 然後在街頭被人打死 有可能 他應該是這樣的下場 其實 甚至乎未必是在街頭打死 為什麼呢 一個擁有幾千萬現金的女人 有兩個可能性就是 他會把錢交給兩個兒子 然後 兩個兒子把錢回到英國 然後就離開他 讓他老人留在香港 到時候他人財兩身 以為 回家有兒子照顧 結果兩個兒子不要他 拿著他那幾千萬 他不一定來英國的 可以去摩納哥的 可以去康城的 可以去西班牙的 馬德里 很多地方可以度假的 很多地方可以玩的 拿著他那幾千萬 他就像香港的藍絲老爺那樣 一個人留在香港 錢就給了他兒子 是不是有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他的錢 不放心給他兒子 繼續抱著 然後 會有大量的資科特工去保護他 為什麼呢 平時好像梁振英那樣 只有四個 他可能有八個 甚至乎十二個 為什麼呢 每個都應徵做資科 每個都去填荒 我又想做資科 指明要保護他 要員保護組 因為 保護梁振英那些 不可以 寧英人工少一點 保護他 不出薪都可以 目標就是看中他那幾千萬 這個女人 最少真的有三千萬 你看看 42年公務員的錢沒有拿去花一分一毫 只是花了五個水給那個大腦乞丐 即是說全部都只剩下了 不當不升了利息的 滾滾滾滾三千萬沒有走雞 現金 現在只是關於利益的部分 只是關於利益的部分 已經足夠讓他喪命了 現在還沒計算被人報仇 不說仇恨 只是單純說錢 作為一個資科特工 我想說仇恨的部分 先說一下 因為這個女人 我一直都想說他應該死得很慘 其實也可以死得很慘 當一個資科特工 看到一個這樣的女人 又那麼討厭 只要你把他 親手 打倒他 當然不涉及 這個強姦成分 殺了他之後 把他的那些三千萬現金拿走 那你就會發達了 三千萬 現在還不像以前 那麼容易中三千萬 結這個女人就是三千萬 你是不是可以制得過呢 你認為 要說到仇恨的方面 仇恨的方面 我覺得 不只是為了錢的人 apply G4 所有人都會apply G4的 警察其實也真的有白警 有多白有多黑 不討論 但是總會有很多人 這個時候機會來 以前你 倒他可能很嚴重 現在不是啊 多了機會埋身 以前難度高的 現在的難度降低 香港有沒有抗爭是另一件事 但是其實對他的仇恨 本來是很大的 因為那個防疫 令到香港 沒有了那個示威 沒有了那個抗爭 不代表其實 人心死了的嘛 我看完時代革命 我認為 人心還沒有死的 大家的憤恨是不可能消失的 不是什麼仇恨KOL了 再說一次那些講這句話的人 根本從來沒有參與過時代革命 他沒有參與過 那些人是沒有參與的 他們當自己是旁觀者 其實他們的身份 跟一個藍絲是沒有分別的 他只是吃時代革命 有人與饅頭 所以大家真的是參與的那些人 為甚麼時代革命這套戲會值得看呢 坦白說 他因為做得夠公正 他不是在藍王之間站中間叫公正 他真的比較持平地把整個時代革命作為一場對抗 用 對抗的角度去記錄這件事 不是用 黨派 或者是民主派的大台 去記錄那件事 不是用那些 知名人物去記錄那件事 雖然他有部分人出來說話 中間當過場而已 戴耀廷 朱耀明 林榮基 何桂南 但是他是過場去說話 不是用那些 政治明星的icon 去塑造那個紀錄片 因為這是真的紀錄片 他是真的紀錄那場對抗 那場對抗 真真正正要紀錄的人 就是戴著面具 沒有說自己是甚麼名字 叫大家要認得我 做明星的人 因為這場對抗是不存在的 跟一場戰爭一樣 你不是去記住誰是做政治明星 你不是去記住那場對抗 我覺得他持平的地方在這裏 他不是變成 黨派 或者民主派捧明星 以前 民主派最大的敗筆就是 不斷製造神 捧明星 要你迷信他 他說什麼都適合了 大家只撐他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不是民主 這些只是做偶像 跟你去Mirror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 其實是有很多人在內心裏 是沒有得出聲 再加上你失去了渠道 你連 那些反對派的報紙也沒有 現在變成了很多人 不代表一定是不會消失的 那已經不是 仇不仇恨那麼簡單 只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反共滅共 反港共滅港共 是原則性的問題 很多人如果適當的時機 所以為什麼我們覺得應該要更加使用時機更加適合 為什麼要使用時機更加適合呢 更加多的人接受 應該有的訓練 大家不需要回避這個問題 你不懂得用槍 學就懂了 你不會懂得開車的 誰跟你說天生的懂得開車的 車牌要考 但是你學駕車 是需要學習 不是需要考牌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因為我需要一個 我不是要有射擊的軍人才是軍人 軍人是因為你懂得用那些武器 懂得用那些裝備而已 而且每一個人的力量都可以發揮很大的 因為 像烏克蘭 現在你看過全民皆兵 那些歷史是教授 手無搭檔之力的學者也要拿槍出去 有很多人 在外國的球會踢球 一年是幾百萬人工 幾千萬人工 在外國的銀腳股 他也放下他的高薪口職 那些真的是高薪口職 不是一句話要用幾萬的高薪口職 一句話要用幾百萬的高薪口職 他也放下 拿著一支槍去跟他拼命啊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 在時代隔壁的人好像 消失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出來抗爭的人絕大部分不求命 回歸自己的 原本身份 隱藏下去 沒有出聲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那麼多社運人那些問題 跑了出來呢 就是因為那些 是假的 真的 抗爭員 跟我們可能是 類似 不是一樣的 可能潛伏回去做回普通人 沒有出來說要參選 要出來做什麼 要拿回失去的東西 不是向港共政府拿回 不是叫你給他 那些其實是一群無名英雄 這次的時代革命 是一群不計較個人得失的無名英雄 他們 當時放下了自己的專業 放下了自己的職業 我們看到有醫生 是公立醫院的醫生 脫下一件醫生袍就去衝 那些他不會開聲的 不會告訴你 衝完之後回去做一個醫生 說真的 我們當時也不想不讓人知道 我們自己好 也怕被人抓 這是另一個最主要原因 所以反而你看到大張旗鼓 從來沒有出來參與的人 現在每個人都收割 我們批評很多這些 當然會惹來很多人的反感 覺得你們攻擊他們 當然很多人 自己的利益受損 因為出來騙錢 根本沒有參與過這場革命 完全沒有參與過 但是情況對iger口 說真的 我們的參與程度 我敢說 你們沒有的人比我們高 你們現在出來沒死那些 這個我也挺肯定 可以這一句 你本來端然沒有事情可以跟我說出來的 好啦 我們談回了林鄭的下場 其實政府裏面 也有很多人給我們去報警 public 都一直有政府部門 有些高官 有些警察 都持續報料 當然他們不方便表露身份 我們也不會爆他出來 這兩年來 不斷有人報料 否則我們也不會跑掉 當時真的有 真的要感謝他 不是他告訴我們 下個到你了 你不走就不行了 我們也不會走得那麼急 7月11日就走 我們當時打算 看多兩個月 打算是9月才走 這個節目其實也是維持著 跟抗爭 最關聯的地方就是我們一直都不出仰 一直在戴面具 一直都保持著這樣的狀態 就是因為這個台 本來我們也不是一個小台 再崛起的時候 在2019年 是因為時勢造成 所以我們就沿用一個抗爭的狀態 這樣做這個節目 所以就一直都是 看風景 看畫面 一直都不站在鏡頭面前 叫大家認得我啦 我是政治明星啦 投給我啦 我是Johnny Fogg啦 沒有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叫甚麼名字 還以為我叫John Connor 後期聽到沒有人知道Johnny Fogg是一個大律師 因為我們本身做了很多事 根本就不想敲鑼打鼓 說我們做過甚麼 很多人不能說的 有些事情說得出來 當然 對這件事未必有好處啦 我們也不想說 今天突發啦 剛進來的網友 今天是突發 因為林鄭下台 所以做突發 本來是星期二做的 明天也會繼續Live 明天需要我們調一調時間嗎 明天也會繼續做吧 明天也會繼續做吧 我真的想跟大家說 裡面 會有多少人 是因為仇恨 而在林鄭月娥沒有了保護傘之下 去殺她 可能有很多人 我們依然估計 當然啦 其實我們不贊成 好像梁建輝一樣要犧牲 但是好像梁建輝這樣的人呢 我覺得是存在的 而且比例不是真的那麼低 而且呢 也要專業一點點 如果你要犧牲自己的性命 林鄭月娥同居 這樣就很不值得啦 我覺得是不值得的 因為她是賤命 她是單方面被你 罵她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犧牲自己 千萬不要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香港人應該多些人快點去接受軍訓 接受軍訓的好處不是一定要抓你去打鼓 而是你 多了人 跟一個媒介一樣 多了人你懂得運用武器 多了人去做教練 多了人去傳遞開去 令到多了人學得懂那樣東西 從而令到有需要的時候 多了可以拿槍的人 出動 所以其實你是 你去學軍訓不是說我一定要做前線 又要我去打仗 你是做個媒介 你去學軍事是你去做個媒介 你是做一個載體 將那種知識 傳播開去 你不認識你就不能傳播 你不開車沒關係 但你懂得開車你可以做教車師傅 教會別人開車你可以不開的 你就躲回家坐地鐵 問題是你不認識你就不能教下一個人 現在說的是這件事 而那些武器學習就會適用 不學習就不適用 就是那麼簡單 不複雜的事情 不要想到那麼複雜 我們 其實也會預計到林鄭月娥的悲慘下場 他肯定不會有甚麼好過的 這節先講到那麼多